关于那个蔑视,我就不讲了 原因我其实录完了,以后面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录完了 但没有不放上来,我在这边略讲就好了 就是原因是太多票了 我已经敢百分之百明确告诉你 它就是在模拟二段题的内容 彼岸的飞升,而且为什么没有文字 就是我们讲修仙的基本飞升意识的本质 不要提了,自己去玩一玩那个内容 基本就是想要找到核心密码,二段题核心密码 我录完了,但是我不放 连不公开都不放,不传了 百分之百就是在剽窃,百分之百,百分之百 但是他们有另外一种演绎了 因为我讲过他们的剽窃方式大概都怎么样了 常常都不要讲 但他的那种剽窃的内容就是 会自己搞一个体系,然后按照你的路数去雕琢 按照你的路,他会用这种方式来模拟 像马克思在剽窃王莽就是一模一样的方法 用音节制的那个异样画术,异类的画术 让你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 让你看不出来 基本就是苏美尔巴比伦的那个核心的东西拿出来当作画 所以你会发现在他那个时代 根本不会出现那种语言 也不会出现那个话术 也不可能出现那个逻辑 可是却硬生生出现,像这样插件来出现 他出现一个叫马列的 马克思,那是马,还没有列宁 马克思,那普鲁斯王国时代 不可能有那种话术,不可能有那种语言 在那个环境之下也不可能有这种人文体系的 你是都很明显嫁接 那也不会有那种思想 那直接就是外来,但是他把它弄成 那基本就暗中剽窃,然后就说这是他的 因为这是他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根扎进去 所以他要有一个自己的那个体系出现 说不是你的,你始终不是你的啦 始终还是不是你的啦 你就得不到那核心的东西嘛 但我反而我本源的,我有这个东西的人 我在反过来看你的时候 那我反过来剽窃你嘛 最好就反过来剽窃你过滤一下嘛 里面的杂质过滤掉了 有些我都不放上来了 你看那个星期三就知道了 我再等他出第二集,星期三 我看你还有什么,什么叫做那种 那种怪财式鬼财式的那种模拟 他要模拟一个鬼财,怪财 用他原本的东西重新撩着过,画过 黑白阴阳之道 我看你怎么弄,我看你怎么弄 但是你始终就是没有本源的核心的东西 另外给各位看一下我 从我妈妈以前一屋那个箱子里面 我找到一样东西 我记得以前他说这是 他的外婆 留下来的 他说那钱没有用了 那些钱没有用了 可以丢了 那他 说没有丢就给他当小孩子当玩具了 他小的时候 这样的 然后我就把他那个箱子一直放到 后来我当遗物的时候去了解一下 我很讶异,他说清朝的铜钱 我很讶异 我大概就是上个月吧 我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拿去太阳晒一下 那上面污垢清洗一下 也没有清得干净 因为他已经是清朝铜钱 我发现一件讶异的事 总共10 12枚 10枚 等一下来算 我很 很诧异 这个是 这个可能断掉 唯一有一枚是断掉 这个我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顺制年的 顺制通保 顺制 才刚入关了 顺制通保 这张断了 因为我本来以为是 不会骑呢 结果竟然是骑的 这其实也没什么 这个在网路上有很多人拍卖的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 因为大陆很多 当然也有伪造的 因为我原 顺制 我后来算一算 所有的皇帝年号都有 等一下 顺制 我记得顺制是断掉的 我就随便拿过来看就好了 这个乾隆 乾隆 这是雍正 雍正年的 这个上面刻着满文 是咸丰 但是这边是汉字 咸丰 背面是满文 咸丰 这是 这后面没有满文了 同志 同志年 同志 我有压抑还有这个玩意儿 太平天国的太平通宝 太平天国 这当时都是韦币 韦币也有 但是涨的一样都是铜钱 这是光绪 这是光绪 这个是 因为他已经自在看得到 宣统 宣统那时候台湾已经不是 不被清朝管了 宣统年的期间的时候 宣统都有 这个是 这个道光 这是道光年的 道光 这个康熙 我刚刚一直找 这个字体弄得不太清楚的 康熙年的 这个又是同志 这个嘉庆 那基本通都齐了哈 顺治 康熙 庸正 乾隆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志 光绪 宣统 太平天国 通通都有 也太平天国都有 那我就很亚裔 而且每一 他没有重复的哈 他每一枚都 那就很奇怪 如果是我妈妈的外婆 他们基本他们是没有不认识字的 他们不认识字 他们只是把清朝的那个老一辈的钱都留下来 那时候还有文盲哈 那是我妈妈的外婆 那台湾本土的 她不认识字 那怎么留下来这个遗物 母系这样传过来 竟然通通都是 竟然通通都有 也太平天国都有 所以我说台湾其实 这边老百姓是很中心 他经历过日治时代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认为这个钱没有用 因为听我 我妈妈讲 她小时候听她外婆讲 她说是在蒋中正已经来了 然后 那个时候他们本来还 那个元大头是我 因为台湾没有经历过北洋时期 也没有经历过 也没有经历过 宣童 就是 那个元大头是我祖父带来的 但是 这个清朝铜钱是他这边留下来的 结果没想到 他说什么时候没有用 因为两奖来了 他两奖来了 这个就没有用了 那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台湾的民情 他不认可日本人 不然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那个什么 日本的货币留下来 后来日本货币通过不要 他们不要 那个就是那个 昭和大正 台湾经历过的是大正跟昭和 应该是有明治晚期 明治晚期跟大正昭和前期 昭和昭和滚了 但他们留的钱是 是这些钱 没用了 他用客家话摸永泪摸永泪 摸永泪就没用了 那是我妈妈小时候讲的 他说 他后来就放着 放着后来我妈过了之后 我拿来看 我来点一点才发现 怎么齐的没有一枚重复的 那这就回忆到我以前好像讲过那个 义民爷的事情 所以我呼应前一集讲 台湾人肯定是忠心到不行的 义民爷到现在还在去买房子 买那个英宅 英宅就跟阳宅在一起 他投资了 他其实是委员会在故意投资 拿着一个旨意去投资 那个旨意是康熙的旨意 那是前几年的事 在诸位那个高铁附近 是现代人自己在搞投资 那我说投资 你那个投资的钱要干什么 你该不会贪掉吧 他说就是那委员会除了养了一些人之外 就是一直去供奉乡火 一直以供奉乡火为民 因为上面有一个康熙的圣子 康熙的圣子到现在还在用 你还在执行康熙的圣子 那台湾南部不妨多让 台湾南部一直流传 我前些年还看到的就是那什么 我上一集也有人留言 就是嘉庆军里游台湾 是我前几年他们又拍的 台湾本土剧越来越没人看 但是他们重拍嘉庆军游台湾 那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清朝嘉庆 嘉庆游台湾并没有见证有多少史料 但是他就说你有 你有来 为什么 因为他嘉庆还在当25阿哥的时候 那他可能真的是有来 有来也不奇怪 那时候台湾本来就是清朝版图 所以那时候已经没有进海令了 已经鼓励移民了 他来看一看回去跟乾隆报告 那也没什么奇怪的事 也没什么奇怪的事 但是为什么台湾那么捧到清朝都没有了 然后日志也滚了 然后蒋中正来了 两讲倒了 你还在念什么嘉庆军游台湾 跟那个 跟那义民爷那个 还在执行康熙圣旨一样 试问哪一个 中国大陆哪一块地方 还会执行康熙的圣旨呢 谁 北京 不可能啊 康熙就住北京了 北京现在执行的是谁的圣旨 你不可能执行康熙圣旨啊 哪怕少数民族地区有没有 找一找 但汉人地区肯定没有 我要跟你讲 谁还在执行康熙圣旨呢 偷偷在那边执行康熙圣旨 但嘉庆军游台湾 他为什么台湾人想要当太子党 他特别喜欢当那个太子党的 一个叫鹰犬 他们想到鹰犬的文化 而且他这个鹰犬比你在大陆 花钱花资源去养的那些鹰犬 我们以前常看那个戏剧里面 不是有 都是太子党都有鹰犬吗 他没有办法当太祖的 台湾的人没有能力当太祖的鹰犬 因为当太祖的鹰犬要死张反重 要打仗啊 太祖年的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你说当心腹那种姚扇子的那个 几百年来近世也只不过考了一两个 就是从清以后了 清朝 考不过在佛建省也考不过一两个 那真的近代有能力的也没有几个 都是那狗头假的军师 真的有这个能力的 除了右门先生 还能有谁呢 我这个是曾经在北京被认可顾的 虽然说 虽然说 民气真的是有能力的 但是民气是不大的 真的有那个民气 民气大的常常都是假的 假的 那个那个那个 常常民气大的都是假的 这一点都不奇怪 那 他台湾的文化就喜欢当太子党的 叫鹰犬 他这个鹰犬比你在大陆自己花资源养啊 我刚才讲的戏剧 花资源养的鹰犬还要更忠心 而且还更卖力 为什么而且还更好 为什么他自备狗粮自备干粮 他不要你了 他自己带吃的 然后就蹲在你门口 那你不用养我 我是你的鹰犬 只要你盖一个和可 和可章 哦 感激涕零啊 那个可能嘉庆当年就到 台湾南部可能登陆一下弄一弄 盖一个和可章 盖下去吧 台湾人赞 他就马上 啊 那就希望二十五阿哥能够当皇上 果然后来那个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就是 传位于二十五皇 皇二十五子啊 哈哈哈哈 他就很 台湾人就很高兴的消了 太子党成功 那个 呃 所以我前面讲的奖金国的士气 就是抓准这个 抓准这个嘛 那曾经也有一个 在当皇太子的时候来过台湾的 那个那个是谁 那个是那个昭和了 那个田梦啊 乌龟金 天弄 糟 那个台湾人没有什么理会他的 他留了一张照片 啊 但是呢 你们 你们自己找皇军嘛 强八八就好了嘛 你来这边爱抚有什么用 那个时候台湾没有乌龟气的 台湾后来的乌龟气是蒋忠正带来的 我提过 那时候没有乌龟气 他是喜欢当鹰犬 鹰犬之才 像那个什么 袁绍在讨伐曹操的时候不是习 那个命令陈琳写习文吗 说曹操你只是鹰犬之才 爪牙可认啊 鹰犬 曹操有没有这个能力当鹰犬我不知道啊 但是台湾人肯定有能力当鹰犬 台湾那个鹰犬 那个败太君的那个鹰犬的那个模型 但是你要看好鹰犬还是坏的鹰犬 像有一些是好的鹰犬 像义民也还有那个 台湾那个嘉庆军游台湾那个拥护 拥护 加庆的那些的那个 清朝都没有观光了 你还拥护嘉庆什么呢 没有什么奇怪 北部这里执行康熙盛职 执行康熙盛职 那他其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要当 当头目的那个太子党 而且都不是真正头目 都是要找太子党 为什么方便嘛 有未来啊 我有价值啊 我有价值啊 所以他那个鹰犬的那个能力是很强很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蒋经国为什么他在台湾这样走一走 那搞那个走透透 那个后来那个不要脸的狗走狗 那个西王八宋鼠旅也学他 但是很很很抱歉你不是太子党 你扶不起 你跟那个 你你只是李登辉的太子 那个那个那个 而且还被李登辉排斥嘛 那李登辉也只不过是台湾的那个鹰犬本职嘛 拜太君的 但是台湾人 鄙视的 李登辉其实是台湾人鄙视的 因为你拜的太君拜错 你拜日本人 而且还不是日本的御人哦 是那个谁哦 名字不畏讲的 他说你那个爸爸李金龙 那只不过就是那个嘛 那国民党很喜欢用 来这边就用这种奴才 很喜欢用这种奴才 但是蒋经国本身是 看到这一幕 但是他不知道台湾有分这种好坏英权 李登辉那是属于坏英权 你用的都是烂咖 这里面想到那个 蒋宋美林我不是讲过 一辈子害国民党的 他可是他这一辈子 最后一次帮你国民党的建议啊 就是 再回来的一个建议啊 反而是帮你的 是是讲对的 蒋宋美林唯一一次 是可取的就是 他那个时候蒋经国一时 他说你不要传 你们不要让李登辉上来 会 国民党将来会很难下台 他是希望搞了 他知道这是奴才 而且是属于坏的奴才 坏的 可是这个时候国民党不听了 因为出现西王八宋楚驴了 所以 这个 讲到这个英权 那就不提了 讲到西王八宋楚驴 现在在广东在那边游荡 听说跑去找那个广东省委书记 省长还是省委书记 反正他进不了金了 人家看不出你是戏王八吗 恶心的要死 那基本我们再谈到那个台湾南部的那个气氛更是如此 我之前我记得哈 我亲亲眼见了 2014吧 还是15 14还15 有点忘了 14还15就那个时候 那时候刚好我从北京 见李老师回来之后 那时候感觉我表演太拙劣 人家就觉得你要再加油 回去讲著作再加油 他只是说我没见过这么厉害的 但是有潜力 但是 还要再再成长 走提过 那时候我到台湾南部 那时候因为做审核园工作 那一堆当地的一些老板就找 来请吃饭 那有好几个工厂的那个 老板他们在聊天 餐桌上面聊天 因为审核工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几个周边临近的工厂 听到他们聊我就很感觉到那个氛围 就是那个氛围 他说我才刚从大陆来 他们就讲到大陆回来 他们也讲说 有几个老板也是刚从大陆回来 他们就是 因为那时候习才刚上任一两年 他说到那边去 怎么大陆那些人都对 那个什么 现在真正他们高官都对我们不理不睬 没有关爱的眼神 那个谁谁谁谁谁 他讲那些我已经忘了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太子都没有没有照顾我们这种樱犬 都是自备干粮过去的樱犬 不用你花钱养的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怎么对我们台湾不理不睬呢 相互之间那种那种眼神 那时候我心里是很不屑 我说你们怎么都是这种 这种祸 那当然我不敢 不敢 当场讲 就算我心直口快的人 我也不敢当场讲 因为我自己也刚从北京回来 而且也是 也是 没有过关的 虽然说我认为我是走平成要打路线 但是不管你走什么路线 你是走科举路线 还是去太子府门口在那边当他妈狗的 鸣犬路线 那还不是一样 所以我不敢讲 我敢讲 看到他们我一直认可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老板 那他们就 不理不睬 什么什么 那什么的 他又讲到骂到国台办 国台办一定是嫌你们利益给他不够了 因为他们洗钱管道了 你那个太子府走错了 那个是纯亲王的 你搞错了 那是和申府 那不是太子府 不是嘉庆军 不是嘉庆军 你走错了 你走到和申府了 反而太子会很恨你 难怪他对你不理不睬 你跑到和申的府上啊 因为你骂国台办嘛 那不是和申府 那装搞贪污的 搞烂的 那你应该要到25阿哥府上 嘉庆军 结果你跑到和申那边 那不把你弄弄 把你轰的远远的 然后你再也不能去 他就说 不理不睬 我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被邀 好了 废话 谁叫你又跑到和申的府上去 一直还以为和申府是 那就是你就知道 他是很喜欢当太子的英权 还不是皇帝的英权 是要当太子的英权 也有未来 都是压这种住 所以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 那所以赶快登陆 不登陆的话 太子会是其他人 习要快点 既然都已经在待命了 淡水河还有台湾东部 都知道都不是在待命了 都已经不是军演了 是等待指令了 纹班守住那个岗位了 那你不要再搞那个 国民党那我前面讲那西王八的故事了 台湾这边民情是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 他顶多当皇帖军 他不可能当皇军的啦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时代的皇帖军 要跟那乌克兰一样 那个皇军会告诉你 你来当皇军 我不当皇军 我只是皇帖军 你看美国在那个 乌克兰他只帮 他只当皇帖军 要你乌克兰本身去当皇军 因为皇军要万岁冲锋嘛 要被机关枪点名嘛 万岁冲锋 突突突嘛 那皇帖军只是在后面 在那搞搞那个的 搞那个的 所以他 他要不当皇军 他要不当皇军 那台湾这些一种皇帖军心态 你又不邪不起来 你只是要 他不愿意当皇军军 他要当皇军军里面的那个太子党的英权 这最适合他 只是他有时候会走错走到和珅府 没有走到嘉庆府 所以当时我在那吃完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敢指点他们什么 不敢讲什么 因为自己跟他们一样 还刚从那边回来 只走的走的腹不一样 穿的门子不一样 他们是想要 希望能够当那个鹰犬给你 吃我一碗乌阿米耍 我不是讲那个那个 那个蒋经国 只到那个面吃一碗乌阿米耍 就好笑啊 我是民间友人的 我就要 试死当你的鹰犬 自备狗粮 你不用养他 而且他比你正牌养的鹰犬 还要更 更厉害喔 他是比正牌的还更厉害 像召唤兽一样 那个 那你就可以知道 要真正到最后切割出来 要 统一之后要整肃的 应该是哪一些人 不能 有一些台湾人是被利用的 那些 那应该分辨得出来了 尤其像宋楚黎 这个是最该整肃的 宋楚黎 还有民进党是 那几个 那个拜泰君的后代 蔡英文苏贞昌那一种的 那个那个是 从头坏到尾的 那真正很坏很坏的 就是原本 你们追打的国民党 我就搞不懂 你们如果还要对国民党 台湾这些国民党 还有想法的话 那就代表你真的是 会犯历史错误 因为你当初就是打他们 过来的 那他们里面里面 你要区分好坏的 那台湾更是 因为他在这边 收编了那么多年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那个路径在哪里 台湾的本土的那个民风 本来不是这样子 那现在被吓到了 现在台湾很多人都已经 开始害怕了 国民党赶快急着冲回来 就这个原因了 那一切就是你搞的鬼啊 你不然干嘛急着冲回来 所以这个宋楚律 还给他见省长干嘛 那个一个市长都不给他见 看着讨厌 就是个戏王八 他现在还要再布局啊 历练啊 直步不到北军去了啦 不过 嘉信军已经登基了 你那个和珅 一倒要把他拔掉 那你这个和珅的走狗 你拜错泰军了 那要让他死 看了讨厌 所以最后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为什么那些国台办 搞了这么多年 台湾这边不买单 除了国民党在底下 搞那些戏王八 拿去搞鬼之外 基本台湾的人 一看就是 你那是和珅一党嘛 我们虽然是鹰犬 对不对 但是鹰犬这个是自备狗粮的鹰犬 你那个是主子 用飼料养的鹰犬 你怎么能当我的接下人呢 你怎么能当我的主呢 你看台湾的那些 以前的什么 比较正统的什么布袋戏或者是那个 他都知道这个道理的 你也只不过是个脑仔啊 你怎么能能能呢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鹰犬也看得懂啊 我这自备飼料的 你那个自备粮食的 你那个是是是是养的 那养的你 你能比我厉害吗 所以你那国台办永远不会成功 因为他就是和珅一党 他不是嘉庆军 你要派一个那个什么太子 有没有 那就搞不动 搞不动了 搞不动了 你不必皇帝亲自来 你派一个那个什么阿哥就行了 想你看那乾隆就是派个嘉庆军就一直流传 哎呦 哎呦 他还只是阿哥的时候 他那个 他就是有这种太子党的心理 所以老蒋也是看准的 所以他才小蒋才扶得起来嘛 才搞的颠嘛 你看现在那个 所以我说那个邓小平的小丑戏赶快弄掉了 你看他们那个 邓小平以后那个江湖二组 让我看的就是还零二帝之流 啊 你那个都是养腐败分子的 难怪出现和珅一党 那国台办就是和珅一党 他永远搞不定 永远搞不定 然后这里面不知道 不知道弄了多少钱多少资源了 你自己去打那个和珅党吧 所以 现在清楚了嘛 现在清楚了嘛 台湾人吃的是什么 到 你看就 从这个铜钱就 就把那不是说清楚了 啊